就是这个 稀豆粉皮油条 长小 自己来吧 是不是在这放 云南的美食有很多 最能体现当地特色的 就是小吃 早餐就是当地小吃的一个缩影 除了有着浓浓的第一特色之外 还好吃不贵 大理的早餐就是滇溪地区的代表 首先我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 我最爱吃的稀豆粉 来大理之前就已经看了视频 早早地种草的稀豆粉 第一次吃这个 就是在尔海边的村子里 当地人的早餐铺 油条和稀豆粉真的是绝配 酥香的油条裹上柔滑的稀豆粉 来一口 这味道直奔心 大家来彩村这边 然后早晨的话可以来这边吃 这两个东西在四块钱 还挺好吃的 来云南一定要吃 我刚才查了 我先复制大理早餐会吃这个 酷儿什么很多事的话 都会吃这个 稀豆粉凉了之后 也一样是好东西 还可以做成温豆凉粉 同样也是一道地道的早餐 接下来要说的就是大理另一道 必打卡美食破酥巴巴 很多人会去洗粥打卡 洗粥巴巴 但最到底的味道 还是在出锅通口的想象 今天早餐来吃这个 三块钱一个巴巴 比洗粥那边便宜多咯 巴巴的铺子只要一开 整条巷子都会闻到它的味道 平时早餐我都会去买一个 拿着脸盘子一样大的巴巴 在清晨的尔海边边走边吃 这也太巴适了 下面要给大家介绍的就是烤耳块 当然按照云南人的叫法 这应该叫烧耳块 耳块的口感不似于年糕 同样也是大米之品 每家烧耳块的摊味 味道还都不大一样 最能将它们区分开的就是 自家制的酱料了 卷在烧好耳块中的配料 也有很多不同 有的卷油条 有的卷香肠 但目前为止 我最重要的就是 卷油条的烧耳块了 最后要说的就是 云南人最重要的主食 米线 米线的做法有很多种 挑剔的时刻 会从米线的粗细开始悬起 早餐的米线 多以带汤米线和干拌米线为主 虽然早餐米线的配料 不及过桥米线那么丰富 但该有的味道它都有 讲究点的店家 还会有各种配菜过去选择 看到这一大堆配菜 可以按照喜好 依次夹到碗中 原本简单的米线都变得 异常的丰盛 这一大堆配菜 这一大堆配菜